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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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昨天晚上突然有人很認真的起來 所以呢 為了彌補我對他的 對不起 所以呢 早上我也示範了一個簡單的 第一個我放的是 在Seven買的雞胸肉 這個已經用香草料醃製好了 所以我把它切成碎末 接著第二個呢 是Seven的水果盤 大家可以看到已經過期了 所以我不得不把它拿出來用 第三個呢 是我家可能也快要過期的堅果 那我一併把它拿出來當一道沙拉 第四個呢 我要放的是 這是我們家的 蔓越莓 我很喜歡把這個加進去 為了讓今天的畫面更好看一點 所以我又翻了一下冰箱 發現還可以加沙拉的有這個 溫泉蛋 還有每次都切掉的吐司邊 這個等一下我會放烤箱 把它烤一烤烤焦 然後順便放進去 剛剛的堅果 我已經把它放塑膠袋裡面 等一下會把它壓碎 然後順便加進去 用剪刀隨便 剪碎 然後放進烤箱烤 壓碎我的核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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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其他的Nuts 我喜歡咬Nuts的感覺 所以就不壓得太碎 然後就把它放進去 然後慢慢擺 當然啦擺越好看越好啦 可是我不是那一塊料 我不是王心嗎 所以 所以 所以不中 亦不願意 這是第一次買 它是一顆一顆裝的 還不錯 之前是 全部都裝在一條 然後把它切片 然後就差不多快完成了 好 好 這就是我們今天完成的 早餐燒 那我會讓它們要吃的時候 再加上 這樣子 菜才不會爛掉 我做完了 Lucy換你接力了 我們就知道 我們也來看見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會不會 我們下次見 你下次見 下次見 你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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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